为了赚学费和领用钱 不少大学生都会去加油站或餐饮店打工 大多算实心制 一听到实心可能将要调涨 大学生很开心 这样薪水至少就会多几百块 可以自己运用 对 可以自己运用 对 这样薪水至少就会多几百块 可以自己运用 这样薪水至少就会多几百块 但我觉得这样还不错 第一天可以多大概八十几块 这样的话其实对我来讲 可能就是一餐了 就是不如小股 由于全球不景气薪资涨幅 远低于物价的涨幅 因此劳委会有意调整明年的 基本工资方案 实心和月薪将首度不同步 该采双轨制 实心部分将从目前一百零三元 可能涨到一百一十五元 涨幅约百分之十二 预计将有十三万到十四万名 实心制劳工社会 如果透过提高基本工资的实心制 能够让这些企业 能够愿意付比较高的薪资的话 我想对这些受雇员工是有好处的 那当然一些中小企业 比较弱势的企业 那如果他采取实心制的话 当从一百零三 调到一百一十五的话 那冲击是多少是会有 除了实心有可能调涨外 另一项薪资就是月薪部分 老委会有意把目前基本工资 月薪一万八千七百八十元 至少调到一万九千元 目标朝两万元努力 不过具体的调幅还得等到 八月初的基本工资 审议委员会讨论 之后还要送行政院会做最后的决定 一旦公布后 预计在明年元旦开始实施 记者 徐晓清 陈保罗 台北报道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